我現在會先放上鍋土 目的就是要進行低溫碎取 進行低溫碎取的好處就是 減少苦味, 也可以突出甜味 我會延長攪拌的時間來進行沖煮 這樣可以令口感更滑 不同的豆都有不同的沖煮方法 我這次用了紅刀拉絲和尼加拉瓜 紅刀拉絲會有較酸的口感 紅刀拉絲和尼加拉瓜 來做綜合咖啡 紅刀拉絲主要的風味 都是集中在紅刀拉絲 紅刀拉絲和尼加拉瓜 配合成綜合咖啡 紅刀拉絲主要的風味 都是集中在紅刀拉絲 配合成綜合咖啡 紅刀拉絲和香氣 我選用了尼加拉瓜 去增加好味道的腹 首先你會聞到紅糖和肚的香氣 然後有尼紫和蘑菇的酸 紅糖和橙的甜 黑巧克力和花生的好味道 味道非常平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